身體我一樣剛才問一下曾佩茨啦 現在是那個身體小小的肝膜 對 所以還好嗎 還好 恢復到什麼階段呢 就是白日殼的部分很需要再治療一下 鼻涕還會掛在這裡 但是希望之後滿滿的宣傳 就滿滿的歌 欸來來來來 表衣服 衣服來來 衣服來來 你胸部太大了 身材感覺也當大人 外型也當大人了耶 身材也有嗎 有啊有啊 看得出來有 有吧 有有 大家沒擺音 有有有 有吧 有啦 有講過啦 有講過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啦 現在年齡沒有動Q就不錯了啦 不過這個頭髮 我覺得是我認識你以來 我第一次看到你下 最長 對 竟然有超過下巴 對 這個髮型是真的是我出道以來 最長然後最有女人味 跟 我自己覺得跟美 這個字 沾上邊是問心無愧的一次 哇 哇 哇 我被前陣了 我這部話也無恥 真的 我被前陣短髮 所以你要說 因為我真的是個大美女 會覺得 這個人有事 但現在會覺得有啊 有那個味道裹出來 謝謝各位 你看大台柱已經點皮這麼厚了 給人直接說 我就覺得也出新高度啊 我是真心的 哈哈 所以我沒有覺得太兇 真的超美 超正 超漂亮 所以你會覺得說這個髮型的長度很滿意啊 以後都這樣子啦 對 我覺得是目前可能就是只會更長 挑戰極限 爸 爸 我都好 爸 如果大家喜歡 那你就繼續留場 所以那個繼續到那個佩慈的臉書 給她一些回饋 要鼓勵她說這個髮型非常的漂亮 而且真的是超美的 真的嗎 所以呢 新造型我覺得非常的迷人 對 新專輯也很迷人 很迷人 因為跟迷有關係 對 專輯叫《迷之音》 對 第一首歌也是《迷之音》 之前在我們電台進行全球首播 是 大家聽完就覺得 哇 不太漂亮 就是曾佩慈嗎 問號 是我 對 而且是 對 從破盲腸的曾佩慈 這一次唱出了全新的刺激 對 這首歌其實那時候是在公司 開那個歌曲會議 然後呢 他們都不告訴我說 這歌是誰寫 然後後來我聽完 我說 這是一首很特別的歌 因為當初DEMO只有語助詞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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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他就 他先問我喜不喜歡 我說哇 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男生 這個女生對愛情的態度是這樣 我會喜歡他 然後他就說我在寫你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 因為其實跟葛大的相處 還沒有到很久 也沒有到可以聊太多心事的地步 但是他卻把我看穿 很精準 而且我覺得他把我這兩年的改變 全部寫在 副歌這樣勇敢的態度裡面 哇賽 所以葛大不愧是葛大 葛大不愧是葛大 光是看你過去的一些作品 然後看你的訪談 聽你的歌 就可以能正確地判斷出你這一個人 而且是沈玉妍是不是 你自己有提到 對 沈玉妍 其實我那時候還沒有跟他分享 我這兩年的轉變 遇到的一些挫折 然後以至於這張專輯 以至於我找回我人生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那才是真正的我 跟一個新的態度 可是葛大卻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直接在這首 迷之音這首歌裡面 我覺得他就是 算命的嗎 還是厲害 通靈啊 直接寫出我的改變後的樣子 所以各位 葛大為在業界可以橫整走 並且可以收費這麼貴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他非常的了解 我們的女藝人 所以他寫出了這首 迷之音 是葛大為的詞 徐佳寧的曲 那這次亞神真的是很疼你耶 因為我把那個創作陣容跟製作陣容 端出來哇 嚇到腿軟 對一直跟他們的秘書敲時間 對啊 立刻說哇塞 這個總經理在批那個 我都不好意思 批型版單的時候會不會變 我都不好意思 有點手軟 對 你看各位 製作陣容喔 陳君豪 陳建啟 STARCHAN 張簡軍偉 創作陣裡有 徐佳寧 葛大為 陳英兒 宇宙人的 芳Q 易捷琦 米其林 這都是一時之選耶 哇 你這個燃燒會公司不少資金喔 我希望我可以用那個 下半輩子 這個 這個 唉 我不想要歪掉 但是我會有我的身體好好想歪 好好保鮮 沒有說用下半身就好啦 用下半被子 用下半被子 下半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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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全身都可以 全身 好 所以這一次就是很期待 第一首歌 迷失音呢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的新嘗試出現 對 應該也難唱喔 超級 也難唱喔 這張專輯的十首歌 我就是是我最害怕唱現場的一張專輯 就很想跟公司說 不湯啦 不要排了 就是 就是唱現場真的會 因為以前 歌迷很喜歡說 哇你們唱現場好像比專輯還生動還好聽 有興趣 當專輯在錄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用了太多的情感 對 然後我真的是覺得 是非常非常有挑戰的十首歌 會怕 會怕 好聽到會怕 難嘗到會怕 各位 好聽到會嚇人 而且聽說這次有說了一個欣慰創作人的詞曲很厲害耶 誰 叫曾佩慈是不是 他好像很不錯啊 對啊 曾佩慈好像很厲害的 還寫兩首耶 對 就是 其實本來只要寫一首 對 然後葛大又一直push我 他就會說 他就是說 再來一點 專輯的最後一首歌就差這首了 那 我就說 我自己講的 所以這首沒有寫出來 不惜 就不知道207幾年見嗎 他說我沒有這樣說 那我就好好寫 那剛好當然就是前陣子拍戲啊等等 都有一些心情 就把那樣子的心情放在創作裡面 好啦 所以各位除了這個新專輯林詩音 有很多優秀的金曲陣容來幫忙之外 還有我們的辛瑞創作人啦 這次也是唐大資之一啦 曾佩慈自己貢獻兩首歌的創作 希望大家的專輯上市中的孩子 您應該 預購啊 預購跟大家說一下 7月26號就是明天要預購了 我講到創作這部分 比你講自己漂亮還害羞 哈哈哈哈 好 明天開始預購8月16日 正式發行 請大家多多支持 而且更厲害的是呢 明天除了預購起跑 你有一個在臉書專業的一個 直播手印的活動 對 因為其實這次不只歌曲的 其實我覺得我整個人都轉變了 然後呈現在歌曲裡面 連MV都是我演戲以來 很不一樣的挑戰 難度很好 我覺得我根本就在演一個鬼 就是 演一個女鬼 但是看完這個MV我想說 我到底是人還是鬼 你真的好不清楚喔 我覺得這部公司又很用心 好一緊喔 因為能力氣又要到了 然後我們希望藉由 就是MV吸引一些超市的代言 各位 就是那個中原普度的時候 我們就是可以換一期內的 我可以 全擦姑娘 準備要上任啦 這樣滿好談啦 各位 可是在MV裡面那個 我真的不確定是不是女鬼 大家去看了 可能會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但是真的很美 好 所以呢 這個臉書粉絲專業的直播手印 是明天晚上 晚上的八點 八點然後你也會上線跟大家做活動 我會就是那個主角本人 好 所以究竟是人是鬼 我們明天就一起來見分享 來現唱討論一下吧 所以能力到了 這輩子裡是什麼星座 天秤 天秤座 天秤座很難搞耶 但天秤座 都是出帥哥跟美女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 測試一下天秤座的迷之音 好 我們請工作人 先把道具送到舞台上來 好 這就是 發生 然後我都 面熟了幾 對 我的狗狗去世 然後四天後我的爺爺去世 然後再加上 其實 其實以前在 以前的戲劇公司 我可以什麼都不用思考的 就是被選為主角 因為終極系列 但是其實新的開始 才發現 我一直都知道外面世界很大 但是 你不一定會是別人的首選 就是被換角啊 或是遇到一些 原來這些事情是會 有這麼多的美感 對 對 美感或者是黑暗面也好 然後自己才 在那 那一個月裡面 可能密集的發生了這幾件事情 七二年 對 那時候我真的是覺得 要不要去 去 去 丟下這一切 對 之類的這樣 所以 當然這個是之後可以再生了 是 所以呢我覺得透過音樂 如果可以重新選擇身高的話 你會希望身高是 A 150公分 B 170公分 A或B 好 毫不猶豫之間選擇 你要到150的FPA 我這個人 內心常常有一個OS 怎樣 要的是我身高 地獄160 我的桃花一定是現在的 五倍 哇賽 我遇哭過 所以你覺得身高是造成你桃花那個阻礙 一定是 因為我現在的一項宣傳通告 比如說一些 可能大概170出頭的男生 他們就會說 其實你看到你本人真的會有壓力 他們會有壓力這兩個字 好壓力耶 可是他們跟我相處又說 覺得跟你相處好快 沒壓力 所以我覺得那會不會160一下 我可能現在就一定是已婚 喔 而且很深 我真的這樣覺得 其實我就是175 沒關係 我現在很接受自己 OK 了解 所以你也是直接下狠狀 150的話這個世界就變得很擁擠耶 為什麼 因為就是很暗的暗默在人群當中啊 像五大蠻那樣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其實高有高的好處 其實五大蠻是原類 對 你現在這麼高啊 腿那麼長 大家就哇 漂亮很正啊 我很難用到一個成語 怎樣 我的字典裡很難用啊 就是小鳥依人 喔 我只要綁個抽天炮頭啊 然後男生就說你幹嘛裝可愛 我想說 需要裝嗎 但是 他日本就是會這樣講 所以我就很難 發生那種 明白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沒有辦法 那你現在可以學成這樣這樣這樣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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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這樣嗎 可是那人要突入就很奇怪啊 感覺為什麼會很怪怪就對了 太吻熙或什麼 然後就是想要 導演出你頭本靠在肩膀上 天王已經碰到鼻子了 喔 就是有辦法 所以高個女孩有高個女孩的 ạnh看轉的人 對一半多數你鶴立雞群 感覺是仙氣飄飄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樣專輯170以上的女孩還是要聽 因為我還是活得很好 你也會活得很好 加油 要有自信喔 但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希望可以當150公分的哈比人 可以 因為沒當過嘛 OK 好 所以保佑在演技上呢 讓大家覺得眼睛維持一樣 尤其是在我們餓的距離裡頭 現在呢 又推出了個人的迷之音專輯 全新的突破自窩 對 先要問一下 曾佩慈眼前最想拿到金曲一下 還是金鐘獎 A是金曲 B是金鐘 請做答 天人中山 究竟要A還是B oh no 該怎麼辦才好 只好自己主要的手褲嗎 B是金曲 B是金鐘 B金鐘 A金曲 只好自己 天啊 小心 為什麼自己往A 小心 這是沈玉言是不是 認為金曲了啦 剛剛還沒放 對 小鮮人要得 你這樣 得罪啞啞聲唱片了 沒有 我剛剛還沒放的時候 他就立下去了 是嗎 超市還不知道代言嗎 不是 那個 我沒有去懂 所以我先放著你 聽我說 為什麼 因為聽說金鐘獎是不是會先發聲啊 哦 是嗎 先來的 今年10月先來啦 對 那比較靠近 所以 可能感應會下一點 哦 明白明白 先感應到 先到來那個獎 先拿走它 然後金曲是明年嘛 金曲三一 對 你剛好也發了片 就明年再來 I know 你很貪心耶 對啊 不過金曲跟金鐘獎金都是一樣的啦 獎金 獎金啊 有獎金 我再試 欸你不知道 你入行這麼久不知道有獎金 有啊 就是要那個名 蛤 哦 對不起 我肯定啦 我不知道獎金 我不知道獎金 他要名 我個人是要立 我覺得十萬塊很好玩耶 十萬 十萬啊 你不知道哦 我可以繼續加 哈哈哈 好 所以希望那個雙雙奪下 好 所以這一題是先選擇說 我先拿金 金鐘 比較實在 因為快來了 好 接下來呢 你的好朋友 魏如瑜是你的好姐妹 對 張立東是你的閨蜜 哈 如果兩個人都掉到河裡去了 請問你會先救誰 先救魏如瑜 還是救張立東 A是魏如瑜 B是張立東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怎樣為什麼 他一個人救他吧 你是說誰 張立東嗎 對啊 我也覺得 可能LB就會救他 誰 他現在有給我女友啊 不是你哦 他沒有救你哦 我知道 對 LB Fans 可是他 我一直看他去按別人站耶 不是按LB 贏了他們要 要演唱片 你怎麼不能那麼爆料 不能那麼高調啊 其實哥哥是一個 以前我認識的 他是一個好男人 現在不是 他現在可能覺得自己要再 再 更 更 爆料多一下 像我一樣 再成長多一點 是 然後才能夠 足夠成為一個有肩膀的 我們跳過他吧 好 他真的太近溺血了 我會救魏如瑜呢 哦 哥哥不用我 我都這樣 哦 因為他妹妹是我好朋友 所以我直接叫我哥哥 張立東不用我救啦 對啦 反正 我手伸出去他可能會把我手打掉的那種 就我們兩個人來 對 所以你會先救魏如瑜 那如果兩個人都跟你借一百萬 你會借誰 魏如瑜 哦 也是魏如瑜 我會借他 那張立東要買一百張專輯嗎 你說我買他嗎 張立東要買你的專輯 你不救他不借他錢 他要買你一百張專輯回饋 你說要 可是我也不想拿他的錢耶 蛤 哦 是哦 因為他賺錢也很辛苦 哦 沒有 那是友情的知識哦 他現在要付房貸 哦 是 那魏如瑜買一百張可以嗎 你都救他了 就是我真的好怕 我不會想要他們花錢 勾以氣耶 所以真的不用 好啦好啦 但想買我不反對這樣 然後想買不反對 基本數一百張 一百張起跳 對 那這就是 你看他 欸 對這樣 我會給他們一半的錢 然後他們幫我把那個畫面弄好看 很有良心耶 對啊 好啦好啦 請他們這是在他們的 臉書專家 多幫你分享幾次你的這麼美的照片 物資這麼好的一個MV 好 手藝的消息好不好 美好階段 請問真配直線階段 事業愛情 你會選擇哪一個 A 事業 B 愛情 A 毫無由於選擇事業 因為愛情要地下化是不是 不是啦 偶像地下化 愛情應該不會地下化 我應該還是會覺得 我會說真話 但是我當然不會希望被 放大啦 對 對 那現在會選事業是因為 眼看眼快要30 差歲 那 就會覺得 很多事情現在不做 有可能一錯過就沒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就覺得現在事業性真的很重 而且其實 透過張專輯這十首歌大家 我希望也覺得大家應該會聽出 其實我是越來越喜歡自己的 那其實把自己經營好 我就其實不太擔心沒有人來 喔 OK OK 有了事業之後呢 桃花可能自動就會來了 而且你剛剛跟我說 這是一張回歸初心 會讓你回到 你當初溪玲 對我覺得這是一張 其實是我返老還頭 和老還頭 這輩子二八歲而已 版本 對 因為其實就是 現在大家都要說 你要找到自己 你要找到這個神自己 我找半年我才發現 其實你就找回當初 你是小孩子那個單純快樂的樣子 你就會很做自己了 所以他現在各位 曾珍珍已經進化了 他說他以前都不敢跟人家告白 他現在可以了喔 對 等一下平凡的時候問他好不好 看他跟誰告白 我們現在不好說不好說 欸 路人啦 路人啦 路人 路人 我有我有 的確有 所以呢 沒關係 就是聽著你的歌聲 讓我們找回當初那個初心 那個內心最純真的自己 相信自己的直覺 往前衝就對了 所以呢 也要祝福 李時音專輯 對好嗎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